我是覺得啦 這個太專業的問題 可能是都委會那邊會自己去審 我只擔心的是安全的問題 可是啊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大家都在看這個薄油地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都擔心那個水淹下來 對不對 會不會擔心 請問一下這樣子淹下來 是薄油地比較危險 還是這時候有綠地 如果現在這樣子薄油地再抗爭下去 其實就是維持薄油地啊 那我們湖居民這邊的人不是一樣 當那個水就直接抬到大湖嗎 可是如果挖起來的話 那個水至少還含蓄積在地底下 那要淹也是淹池劑的地下室啊 那至少還有這 擴大這個空間可以去淹嘛 所以啊 如果就安全性而言 讓他這樣子的話不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那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環瓶什麼的 那個重度式計畫 那個專家都在那邊 我們又不是專家 那個專家如果覺得法不合 那就退見了啊 對不對 啊如果說那個還有什麼其他地質啊 什麼的問題 那就專家跟專家之間去報告 我們覺得我們注重安全的問題的話 早點讓這個薄油地啊 早點讓它挖掉 早點讓它的水可以進到我們地底下去 然後早點讓那個那個綠地 我們民眾也可以來去使用 這樣不是雙贏嗎 好 這是我的意見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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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